一条神秘的跑道 一群选军最专业的测试车手 一款最新的军用越野车 接着走进陆军车辆试验场 体验军用车辆的测试过程 在一次次极为严苛的车辆考核中 感受军中汽车人的艰辛与荣光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探秘军用车辆试验场 圣剑 这是陆军某试验大队试验场 一款即将列装部队的新型军用越野车 正在接受性能测试 这个大队常年担负着我国最新型军用车辆试验和鉴定任务 每一款军用车辆都在这里历经过多次大考 驾驶这些测试车辆飞檐走壁的车手 都是全军最好的驾驶员 其中班长郭超的经验最为丰富 这样的路面 一般的司机难以驾驭 但这却是测试车手们的日常训练 郭超已经在测试车手的岗位上工作了16年 经他的手试验定型列装部队的汽车 多达10余个星号 郭超和战友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驾驶技术 为部队挑选出性能最优秀的汽车 郭超刚刚接受了一项新的测试任务 这是一款轻型高机动越野车 除了人员运输 他们还可以被改装成救护指挥车辆 或是一些重型武器的搭载平台 在记者到来之前 这款车刚刚完成了防弹性能测试 车上布满弹痕 车辆试验大队进行的每一项测试 都执行着极为严苛的居用标准 虽然这款越野车已经具备良好的防弹性能 但并没有最终定型 驾驶一款性能和安全性都未知的车辆 测试车手们要面临很多潜在的风险 郭超和战友们已经做好了试车准备 第一项测试将在这条特殊的环性高速路上进行 这项测试考察的是 车辆在高速行驶状态下 性能是否可靠 我看走这条路的时候 感觉就已经很奇怪了 原本应该跟我平行的那个护栏 现在全在我上面 感觉整个路都翻过来了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高速环道的设计就是这样 它在车辆你要保持一直持续的高速情况下 你的路就要做相应的改变 如果不改变的话 车辆会飘移住 在这项测试中 测试车辆必须保持高速行驶 所以只有采用这种带坡度的弯道 才能保证车辆在不减速的状态下安全驶入 然而这样坡度很大的弯道 对于测试车手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您刚才说这个铺度有多少 42.3度 您可以试一下 好 我试一下 你等我一会 现在我要挑战一下 这个42.3度是个什么感觉 你想42.3度 整个车要跑的话 基本就是飞檐走壁的那么个状态 这种已经是我的极限位置了 我真的要掉下来了 我不想就那么滑下去 陡峭的坡度保证了车辆可以高速入弯 不过测试车手必须严格保持车速和方向 任何的干扰都可能引发事故 所以测试开始前 工程师们必须保证路面的绝对安全 高速环道是我们一个高危的一个 它主要是考核发动机的高速行驶 所以它第三道在120 它一直保持在120 所以有石头有坑 会影响实验的安全 这样的道路巡查每天都会进行 一些未定型的车辆 在高速行驶时可能会有零件的脱路 所以工程师在路面上经常有所收获 你这是捡的什么呀 一个是测试的明牌 一个是螺丝 它会各的门牌的是吗 对对对 如果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爆胎 如果被各一下的话 可能后果会很严重 它是如果是上去隔开的话 要么就是往外走 要么就是翻 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冲突去了 那么通过刚才工程师的介绍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这项高速滑路的测试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过程 同时也会非常刺激 那么在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等一下告诉你 车辆开始逐渐加速 现在正常的我们车速已经跑到 每小时120公里 我们可以正常行驶了 班长郭超所谓的正常行驶 却是记者从未有过的体验 现在前面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弯道路 一会儿要跑这个弯道的时候 整个车都会骚住 这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个体验 但是现在按货币上来说的话 其实它已经是很快燃自热了 但是我是第一次去这个车辆 车队以120公里的时速冲进湾岛 这种过弯的方式让记者很是新奇 我这样坐车的感觉还是第一次 整个路的感觉都已经是有趣了 我现在完全好像是疼疼的状态一样 就是那种飞檐走壁的状态 我也不敢跟郭班长说 开慢一点开慢一点 不行 开慢一点就拧好下来的 不过对于已经在这条路上 跑了16年的班长郭超来说 这些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既没有紧张也没有兴奋 郭超娴熟地掌握着方向盘 很快就跑完了第一拳 如果说在刚才在这个弯道上 如果郭班长手稍微一抖的话 我俩很可能就出去了 因为我们刚才离那个 这条高速环路全长4公里 共有远的弯道 车辆以120公里的时速行驶 不到4分钟就能跑完全程 整个测试过程就是一成不变的重复 20分钟之后 记者从最初的紧张兴奋 变成了索山无味 我们这个高速环道是有一点的危险性 再说长时间在上面疲劳驾驶 我们规定是每跑一个小时 下去休息几分钟 异常不变的景色 在同一条道路上反复行驶 很容易让人平均 但这恰恰是最讨厌测试车手的地方 在枯燥的测试中 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是一名测试车手 必备速持 咱们要跑多少圈啊 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仅仅是高速环路这一个项目的测试 郭超每天要跑50多圈 这样16年计算下来 他已经在这条高速环路上 累计跑了近30万圈 事实上测试车手们的工作难度 还远不止如此 接下来 郭超马上就要展开一项 更为困难的车辆测试 一路的颠簸 在分布着16种不同路面强化路上 测试车手将要面对 怎样的严峻考验 越野路段的极致考验 他们又要承受多少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探秘军用车辆试验场 上级 在这路上 分布着16种不同的路面 这条路被称为强化路 它把车辆可能遇到的 各种复杂路面情况 集中在一起加以强化 强化路就是6.6公里 在整个长区里 它是从全国采集各种公路的 这种强化信息 把这些设施设备 全都挪到这条路上来 做一个短期的强化 一个集中 过超驾驶车辆在这样的道路上行驶 目的就是以最高的效率 让车辆达到最大程度的磨损 以检验车辆上各个零件的强度和受力 这是强化路中的卵石路 由于卵石路的石头排列紧密 大小不一 所以刚开上卵石路 车辆就发生了明显震差 我现在很庆幸 我今天饭吃了不太多 现在感觉就是 胃里的东西都晃荡 风向是漂亮吗 风向实际把着 把着它又来回蹦 强化路上的每一种路面 都是在考察车辆 不足部件的强度 韧性和寿命 是否能够达到 严苛的军用标准 暖石路测试的是 车辆在转向系统 遇到强烈冲击时的表现 在这种路况下 对这个直接作用是车轮 车轮的 因为你压不可能压正空间 所以它都有一定的白转 然后白转这个主要考核的 就是看一下这个 横向的稳定感 和这个方向的这种拉稿 它的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 这个是负责转向的部分是吧 对它的方向 会产生一定的这样 不停的冲击 不停的冲击 由于测试车手 对车辆的状态 会有最直观的感觉和评判 所以通过剧烈的颠簸 感受车辆的行驶状态 也是测试车手工作的一部分 可算过这条路了 但是前面还有别的障碍呢 我觉得我很想休息一会儿 但是不行 这条路必须得一气跑完 这个路面叫搓板路 考察的是车辆悬架和减震系统 在同步震产时的表现 我开这条路的感觉 可能非常不好 现在很难受新花 非常难受这条路 在测试过程中 车辆一直发出四耳的噪音 显然 车正在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这正是强化路测试 要达到的效果 相比之前的软实路 搓板路的威力更大 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其他车辆 在之前的测试中脱落的螺丝 这才多远 对 咱这也就走了30米 这已经捡了这么多 固定膜栓在这种高频震动下 可能就是有紧箍不沿的症状 所以才会多多 在这样的道路上驾驶车辆 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经过批准 记者在测试车手郭超的陪同下 开始对这条路进行驾驶体验 你坐在这儿的感觉会比你坐在副驾驶还难受 你坐在副驾驶感觉好像还在你可进入的范围内 但是你怎么往这儿一坐 我不知道为什么往这儿一坐 我的感觉就是屁股好像被跌得更疼了 仅仅两分钟的驾驶体验 就让记者的不适感逐渐增加 我颠得你屁股疼 颠得你脖子疼 我得把脖子使上劲儿 我才能稍微感觉舒服一点 但是你知道我这只开了一遍而已 郭文长他们这么多年都这么开下来的 按照试验要求 三室车辆必须在强化路上泡足一万二千公里 也就是说班长郭超测试的每一辆车 都要在强化路的十六种路面上行驶力千次 在上面接着非常难受 你会认识到有嫩脏吗 肚子一窄一窄的 就跑时间长了 在这水路面上 颠簸路跑的时间长了 都会喂下水的 都是直接病的 你在这种老驾驶员都有病吗 多数都有 长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都会发生什么 你不认识了 你不认识到于我 不是是有嫩脏吗 你就不要说 又不是 你不认识到行识 你不认识到来 它就是 我应该说 你们也要 不认识到来 你们 你不认识到来 这种人 这种人 只有 你们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有一些心理准备 但当车辆真正在越野路上行驶起来之后 搭乘的感觉比记者预想的还要糟糕 非常颠 而且这种颠不像是在强化路上是有规则的颠 你根本预计不到下一步车会怎么动 现在就完全挺好看河满长的整个驾驶 最好的坏路果然是名不虚传 但班长郭超还在加速 他需要在这种为数不多的直道上 把时速提至最快 以满足视野要求 随着车辆深入运动 路况越来越糟 但郭超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 这正是只想测试所要求的行驶状态 要完成这样的驾驶 郭超必须全神贯注 现在能感觉到车在这种急速的状态下 车一直在受着很强力的冲击 而且这个冲击是要比在强化路上的冲击还要强 就是车架能感觉到在 很强烈的这种咚咚咚的撞击的感觉 虽然这种专业的测试 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车辆达到极限状态 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车辆性能 但作为测试车手 在这种路面上保持高速行驶 班长郭超不仅要有高超的车技 还要承受剧烈的编辅 交不出好路来 都是一样的 虽然这条路只有4.4公里 但是你在这条路上开着 你就觉得怎么这么漫长啊 等习惯了就好了 开时间长了 大概到什么位置 到什么地点快出去了 行李都有 都有个底 郭超只用了八分半的时间 就跑完了这4.4公里的越野路 但对于记者来说 体验这项测试的过程 却显得十分漫长 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 你觉得在上面上下颠 摇头晃脑子 整个身子都是甩着的 就是你坐完这一趟越野路下来 你觉得什么游乐园里的 什么海盗船了 什么过山车了 全是玩具一样 与记者的反应不同 虽然16年如一日的 行事在这样颠簸的路段 但班长郭超却没有丝毫厌倦 每次完成测试任务后 郭超都很开心 感觉非常过瘾 也是自己爱好 特别刺激 跑下这个越野路来 尤其是这个速度 再加上在车内的操纵 感觉特别舒服 事实上 在这样的越野路上 一路颠簸 没有人会觉得舒服 但正是因为 对车辆和驾驶的喜爱 郭超把遇到的困难和艰辛 都转化成了工作的激情与动力 然而 对新型军用越野车的测试 还远没有结束 还有哪些高难度的 极限性能科目 等待着班长郭超 和他的战友们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关注 探秘军用车辆试验场 下集 一条神秘的跑道 一群选军最专业的测试车手 一款最新的军用越野车 接着走进陆军车辆试验场 体验军用车辆的测试过程 在一次次极为严苛的车辆考核中 感受军中汽车人的艰辛与荣光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探秘军用车辆试验场 下集